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叫有风骨呢 你看莫言得了诺贝尔奖 从他得奖的那天到现在 我们愣是一声没坑 愣是莫言 但是我是为了等人 就等您和扎老师 这太合适了 你们俩就得说说 我为什么说太合适 咱们这个有照有图为正 这太合适了 我给大家看看 王老师给我们贡献出两张图片 慢到当今吴大师 这是请看 请看绝朔王南皮 王蒙老师是南皮人 南皮人就是精神绝朔 跳出官场鱼入海 鼻扫千军如卷席 你看这是莫言打油师 赠王蒙老师 这可卖钱了 现在谁有莫言签名的 他的小说 就卖好几万在网上 不卖 这个我能卖 你看 这俩 这像是 王蒙老师跟莫言预言 你能得诺贝尔奖 对 说的就是这个 设计对吧 是确实说这个来着 这几天咱们该开口说说了 我们这马后炮 张老师 你是从国际社会上来的 咱们这个中国人 有一个情节 就是老觉得 可能从 就是自从加分战争以后 就觉得 这个国家落后了 没有得到世界承认 这个需要承认的 这种情节特别大 咱们就说 必须得比如说奥运会 咱们就跟有一个 有一个承认的这一个单 就画钩 一个一个得把钩全画了 金牌第一了 金牌第一了 总算这口气 这口气出来了 哎呦 我还看到 是不办了 现在是诺奖得了 我觉得这事完了 咱们对 大家都松一口气 从此诺贝尔情节 咱们就不必在 我看你 我看你一说法 说的很绝啊 就说这个 中国崛起了 对 标志是什么 我们终于跨越了三座大山 你看 奥运会 世博会 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这么并练 咱们从山坡上可以下来 走平地了 您二位老师记得吗 我在这说过不止一次 我说咱们有些 中国的有些读者吧 认为中国的作家 有两项原罪 第一项罪呢 就是没有哪一个人呢 就是现在 我是现在的陆穴 而且大家公认的 没有 没有这么一个人 第二个就是 谁也没得诺贝尔文学奖 直到这个 莫言得奖的消息传出来 网上还在那嘲笑的 说做梦吧 中国人 你想当诺贝尔文学奖 你就做梦吧 十年之内不可能 二十年内也未必可能 有一个得了奖的吧 还最后把中国 差点没气个半死 之前有一个高兴剑 但是不被认为是中国人 是吗 他说了法国籍 然后这回好像就变成 普天同庆了 我感觉有点 接大欢迎 接大欢迎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极大欢喜 王老师 你说你是管作家的 没有 我上海管作家 不都说 作家管我差不多 不都说文人相亲吗 这里头有一个 得了诺贝尔奖 中国作家们 现在什么心情 对 我是觉得是这样 那肯定有一批 但是现在我所听到的 大部分人 就莫言嘛 应该说是认同度 最大的一个作家 为什么我说 他认同度最大呢 咱们就说 从中国这个主流社会 以至于从领导方面来说 莫言前年 补选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 是前年呢 还是大前年呢 又获得了矛盾文学奖 这个路都已经铺上了 是不是 今年我去伦敦参加书逝 跟莫言一个飞机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代表团的 小扎老以为 我是中国各家代表团的 我不是 我单杯 您是 我是单杯 书逝 外国单独邀请 书逝 不是 就是那次著名的法兰克福 黄特福也是这样 那时候莫言也去了 而且莫言在那聊的特热闹 但是我 我那是尾巴上去的 我去了 莫言已经走了 就是他们集体退席那次 那次吗 然后之后 我还听有一段子 就说莫言后来还 讲了一段 这个贝多芬和歌德 一起遇到一个皇帝的 仪仗事 贝多芬就昂然的走过去 这个谁呢 歌德呢 就脱帽 脱帽在路边 鞠躬行礼如頤 那么这个莫言呢 就是说 我年轻的时候 佩服贝多芬 后来我现在 随着我这个阅历健身 我认为这个 这个谁呢 歌德 是更值得我尊敬的 对 这为什么值得尊敬 他说就是歌德的这种 就是能够 向国王仪仗 这个这个 毕恭毕敬 能够尊重世俗 其实这个故事 他说这也许需要 更大的难度和勇气 这个故事也很好玩 为什么我最早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 不是莫言 是1993年的时候 是台湾的那个诗人 亚璇 亚璇呢 他讲的也很有意思 有点像莫言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 听了这个故事 特别佩服贝多芬 他说后来 我慢慢的明白了 他的角度又不完全一样 我个人同意亚璇的 这个意见 他说呀 给这个歌德和贝多芬 两个人进行道德 或者人格的评价 这未必是受众 或者是我们的任务 或者是我们的所长 因为他们俩人能比不能比 俩人什么各有各的情况 是不是啊 出身不一样 童年不一样 领域不一样 这个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我们应该评价的是什么呢 贝多芬 你的音乐成就大不大 歌德 你的文学成就大不大 成就大 行了 我同意 因为道德的这个尺子 并不是为了量别人 而是为了约束自己 如果我们用道德来约束自己 这是最正确的 如果我们用道德的尺子 给这两个人少一次 对 是不是 你那个 没错 我很同意 但是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 就是至少中国的传统里边 对这种就是文人 他是一个所谓的精英阶层吧 他担负的 除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 一个手艺要很好 很精湛 比如贝多芬 他是作曲家 以外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要求他要对公众事务 要有一个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你知道 你看我们我们节目这编导避风啊 还挺会总结 我给念念 他这个给咱们总结的话题脉络 说莫言得了这个文学奖啊 这几天来的这个热议集中在几方面呢 第一方面 要求莫言对一切社会热点发表看法 钓鱼岛 这很可怕 钓鱼岛房地产互联网 幸福吗 很快我估计 北京堵车 莫言也得聊 然后第二个是呢 经济方面 得了多少钱 能不能买得起房 书卖了多少钱 故居要不要开发等等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 就政治 莫言是不是抨击政府 超过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话的人 是不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等等 我听说王蒙老师也超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是吗 我不是这怎么回事 这个是一个 这个什么呀 就是出版社 出版社的领导人 他们呢 就是做协的一个领导 他说组织一批人呢 这 抄协一下 我觉得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我要给你们呢 讲一个道理 这个 我的同乡啊 最有名的人是张之洞 张之洞在就任两湖总督 梁广总督之前 他的大舅子 给了他十六个字 什么十六个字呢 启勿军心 恪守 臣洁 不被旧张 这个 例行新政 就是你要 你要尊重这个连续性 尊重这个历史的传承 同时你才能立行新政 你要你要把这个历史的传承 一下子先给他掰断 先给他爆破 那您还能立行新政吗 那这个意思我觉得很深 很有很政治智慧 而且我也很同意 但是具体到讲话这件事 我跟王老师私下也交交往 这很复杂的一件事 三两句说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讲话 他代表了确实是 那个时代的一种 就是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 这么一个核心的思想 他那么他里面 有没有合理的成分 有比如说源于生活 这个生活是比如 以工农的生活为代表 而比如说资本家泰的小姐 那就不是我们要表现的生活 那实际上他这个合理成分 在是要表现工农的生活 对吧 也许甚至那一部分表现的少 但是我们应该 我赞成百花齐放 百家证明 我们不要把思想和创作统一到 所以我还看到 你知道有的网站上 有这样的评论 说莫言得了诺贝尔奖 是毛主席在延安门一座南会上 讲话的伟大胜利 咱们先接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对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雀 采吾奇之水 会缘酒金 年份短疆 无仅供旧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零污染倒过新西兰发生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